我看到林滋庙现在涉滩被起诉 还是可以继续选 最近不少人在替苗栗县的议长中东警报屈 人家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官司在身 可是想选即便地方实力很坚强 民调做出来 这个很多网络民调都显示是第一名 但是朱立伦还是不给他选 不过没关系 我们看到中东警 他昨天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员的信 他说他有收到陈委员的简讯 非常的感动 他讲的陈委员是谁 这是变压纪委 这个金门的立委陈玉珍 陈玉珍说他之前2019年金门立委补选的时候 也经历过差不多的情形 他说后来他没有退党 独立参选 可是被撤销党籍 但是后来他是有申诉成功的 所以陈玉珍在简讯里面写说 如果中东警您之后被撤销党籍 一定要做申诉的程序 来保留这个机会 最后简讯的最后 还说祝福你马到成功 来这个美方议员 现在陈玉珍是给中东警送暖吗 你会不会觉得中东警也很委屈 陈玉珍人家林姿庙还可以继续选 朱立伦就是不给他机会 来美方 我觉得这应该是跟他之前 确实是有一些争议的案子有关系 那因为现在林姿庙他的部分 就是他现在还 虽然说他现在是一审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是说像时机点 其实是蛮令人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刚好是蔡总统去之后 马上用特殊的起钱罪来判定 那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好 算一算大概一两百万左右的东西 就是这个免征税去交换说有关于总部 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剧情去走的话 那我是觉得是说 如果一个县长为了这一两百万 然后而去他之前当过罗东 罗东县长当了多久 那为了这一两百万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羞辱林之妙 我说真的 因为而且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说来起诉贪污 然后又重罪 重罪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要判到一个人重罪呢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真的在十几点上 确实是蛮令人起疑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财产不明的部分 那我必须要讲财产不明的部分 要算真的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庆竹难输 因为从陈明文的高 陈明文高铁上的三百万 淑贞昌家里的钱都没有去报 被偷了也没有报 还有就是林秉书 最近大家最红的林秉书 大佬的卖画卖古董的钱 到底他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些完全都没有去 没有人去查 没有人觉得轻描淡写 所以说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查查看 这些事情 好来 现在国民党还是觉得说 起诉的时间点很可疑 这个部分昆城议员 我们也稍微来回应一下 因为除此之外 大家也会说 那你中东景呢 为什么国民党一直不让他选 不过人家中东景 今天是大张旗鼓的哦 今天是宣布说 哇 找了有全台最美正代的 竹男正名代表陈宜化 要担任人家的这个竞选总部发言人 看起来要选哦 是势在必行 无关于朱立伦怎么动都动不了了 那这个中东景呢 一个呢 是没有这个党中央力挺 不过林子妙 这个涉贪被起诉 选党上下都在力挺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哦 议员 国民党就是双标 不论是对论文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当标 那如果按照论文的标准来讲的话 这个南投的许淑海应该要退选啊 你超了人家这么多 然后这个竟然还 这个大言不惨的说 就算许人会认为说 我有这个抄袭 他也不会退选 就是双标啊 许淑海就双标 国民党就是双标啊 那如果按照这个 这个你们这么对诚信的 这个标准这么严格 那是真的要紧 那来检视这个林子妙啊 那林子妙应该退选啊 这二十九号不应该登记 二十八号不应该要提名他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朱立伦认为说林子妙没有事 因为他现在才被起诉而已 他认为说这个 最后司法会很难清白 那没有关系 那你就是在二十八号全待会 你就举起林子妙的手 你就画动算 最后侯友也举起林子妙的手 画动算 一起来画动算 整党都赔上下去嘛 不是 我是认为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认为说 什么实际的问题 判罪判断那么重 现在就是检方的起诉的理由书 都写得很清楚 一百四十二页 每方有空去看一下 一百四十二页 他对于他的贪污治罪条例 怎么样起诉他的 对于他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怎么样起诉他的 都写得一清二楚 那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国民党 在讲说什么 这个什么司法迫害等等之类的 这个东西可以拿来 你们用选举上文操作 那没有关系 选民心中都有一把尺 就是说对于这个林芝庙 一个县长 每天在调仇寸 跑三点半 然后呢 这个有这么多的 这个王八基外疗卡 有这么多的账户 那难道没有问题吗 那所以说 如果国民党 还是用这种标准 对待自己林芝庙的话 那我觉得也很好 没有关系 就让选民来判断 国民党就是一个双标的政党 那你说最中东井 我觉得陈云正 大概就是要挺中东井了 就是给他送暖 还用自己当初这个立委补选 用这个独立参选的例子 来支持这个中东井 而且表示说 国民党内部 其实是分裂的 有一派就是支持中东井 有一派就是支持这个 卸什么东西 卸福宏 所以说 这个就国民党 自己内部的分裂 但是我认为 国民党自己的双标 这个回力标 也会打到自己 因为这个年底的选举 大家会看 林芝庙 请输了啊 台湾自罪条例这么重 还敢出来选 宜兰是民主胜地 我相信宜兰人会做出 这个最明确的选择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双标 来宰阁怎么看 现在朱立伦还是相信说 林芝庙县长 弯弯转转 都是清白的 我们今天两个人就好了 一个是 现在华人议中张俊 也要不要 去上标 用牌一条款 林芝庙 同样 串张俊同样 竟然说中东井 中东井如果没问题了 还有就是邱义胜 邱义胜也没问题了 邱义胜要算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后边 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叫做朱家主席 附加党 后边補群旗在操作 要处理什么问题 因为 朱立伦要选总统 他未来三个敌人 一个是战斗兰的赵少康 一个是有可能 这个张亚中 最后边是韩国瑜 另外一个少年辈的江启臣 所以他已经过去当初选战区 开始从东南两个派 一个是战斗兰的会中开始台 一个是帝王派 所以说像张俊 在那个法连部 障于报名去的台 那廖亮 这有时他们派的 就是跟谢富翁 因为这个障于 这个过去的管党 管党刘正宏 这次帝王台 所以国民党里面的 最后的问题 就是说 今天就这样